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16人的共鬥活動 這個活動的玩法非常類似 如果大家有玩過FGO的話 這就非常類似的 你跟我說不是的話 也很難相信 因為我自己也有玩FGO的 怎樣玩呢? 這個活動是一定要玩的 簡單說一句 它本身送一隻四星的角色給你 送一個四星的護符給你 再送一隻免費的五星龍 那五星龍怎樣拿呢?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你打所有的關卡 它都會放一些戰貨給你 戰貨啊 不要讀錯 戰貨 這些戰貨是可以讓你抽的 你很開心 因為有得抽 會中什麼呢? 其實是很多材料 你打普通關卡會打死你的材料 戰貨會幫助你 還有五星龍 這條貝拉 對啦 貝拉 你說強勁又不是很強勁 但以五星來說起碼是免費的 如果你有心機刷下去的話 它絕對可以成為一個火系的... 如果沒有火系的龍的話 絕對可以成為你的超級戰力 對啦 五星的火系龍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先跟大家說了 那玩法如何呢? 大家一開始看到我們這個... 借...葉拉 對了 借葉拉 這個借葉拉 其實... 它本身是送給你的 但是... 就會先放在你的隊伍上 對啦 其實隊伍已經看到了 那一開始其實是會應該... 那... 這個玩法應該也是跟FGO差不多 是... 借給你的 對啦 你看到他隊伍的 例如我要編輯 你看到他隊伍的 對啦 你看到他隊伍的 如果這個任務過關就會有親密度 即是你用他來過關 那你就會升親密度 這樣升到500的時候 它就會... 應該是... 活動完之後它都會給你的 對啦 我相信這玩法應該是這樣的 即是你... 起碼要帶他去打一些... 可能你... 夠打的關卡啦 打夠500啦 那這角色就... 穩柔啦 如果你很欠缺水角的話 又很欠缺一些漂亮的角色呢 那這角色我覺得是可以幫到你啦 對啦 水的角色四星來的 好 那另外就是... 呃... 其他玩法啦 可能你一進來 無從入手 其實這個玩法是非常簡單的 一開始大家不用做任何事情 按限定活動之後 由我們的第一個活動 即是這個任務1 你不斷地打... 不斷地打 你就會打到這個... 毒眼巨人的 黑歐王的 那你打完之後 再打多幾個活動 應該會直接到我們最主要的角色 即是廢克洛斯 那廢克洛斯 其實我自己建議帶些什麼角色呢 那我自己已有的角色可以跟大家說說 那水角就一定無誤啦 如果你的野戰力高 就算是封角的話 也是非常快死的 去到高級 那有什麼水角會比較好呢 那我自己就有兩隻比較不錯的水角 那我先拿來說說 那當然這次抽蛋的莉莉 非常不錯的 那我先說說我有的 那我有的兩隻五星角其實是非常好 那但是... 可能你說你有水槍 為什麼會用水劍呢 那因為水槍是我... 就是我中段時間的時候 用章必中的 對啦 因為實在不夠資源 不能上去啦 所以也不搞啦 那所以我用了水劍啦 對啦 那如果大家有水劍的話 又或者水槍的話 水寶的話 不妨帶進去 如果我那隊比較完美的隊伍 就應該是火角換上水槍的 那為什麼連火角都不太好呢 那因為這隻龍呢 基本上... 你進去的時候 有三個AI 你基本上是硬吃技能 是相當慘的 除非你在控制那個角色 對了 你控制那個角色就會比較好 因為你可以閃到一些技能 但是... 你那三隻角都要輸出的 如果不是怎樣打上去呢 是否這樣說呢 活動加成這裡也可以看看啦 很簡單啦 這個... 遲些先說吧 我們說了有什麼角色進去 是非常棒的 那麼水槍啦 水槍這個就一定... 你有的話一定要帶進去啦 接著就是這個水的... 寶師啊 四星 但是其實也相當不錯的 如果你說真的沒有東西升 就升一下吧 始終日後水的寶師呢 都可以打火關 相當不錯 接著就是莉莉 我抽不到啦 很... 呃... 無然啦 我抽不到啦 雖然不是說放了很多石 但是我真的... 用到盡了啦 因為我自己要留石開關來拆關 如果不是我連石都不留呢 基本上我死定了 你可以帶進去啦 非常棒啦 如果你打這個限定關卡的話 對啦 你可以邊星利利邊星利維坦 對啦 對啦 這關是超級棒的 就算他不打這一關 他也是一條最強的水龍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看 他的技能是比較強的 技能就是這個... 向前方敵人水屬性的傷害 接著就會陷入濕身 那麼對方濕身的時候 就會非常大的爆擊率 但是可以幫你增加 所以其實利維坦本身的技能已經非常好啦 接著就... 嗯... 如果角色是水屬性的話 會加60%攻擊 那這個是突破了 應該是40%的 你一抽回來那一刻 好啦... 也是非常值得帶進去的 那... 講完帶進去的角色之後 我們再講一個玩法 對啦 這個玩法就是勳章 勳章大家看到銅、銀、金 銅的話 你打夠500個就可以收工了 銀呢 就比較慘了 1,000個 打夠1,000個就可以收工了 接著呢 金呢 怎樣呢? 金... 金一共可以打夠6,000個 如果你的身體非常健康的話 對啦 因為我自己一個金也沒打到 那...非常需要... 嗯... 隊友的合作啦 因為其實都要打...這個... 這個...高級才可以打到的 對啦 我自己也打過 如果你說街人的話 基本上他們都不是說... 對屬性啊 又或者是對戰力進去的 對啦 後期的 可以5000戰力都可以進去的 但是你想想 4個人加上2800戰力 5,000一個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算都是... 可能... 即是...可能我有一萬啦 那...如果3個有15000戰力 那... 那... 也是25000戰力 對啦 對啦 當然啦 進去的時候就不一樣啦 當然如果你說... 你有一隻水閣的 一隻已經有4,000的 對啦 那就比較好啦 如果4,000... 即是沒有4,000都不重要的 有3,000都可以啦 2,800都可以接受的啦 最重要是有水閣 因為打這關真的沒有水閣不行啦 那...有奶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基本上你沒可能說... 呃...你沒可能說... 喂...我...我...我避得很厲害的喔 我...我...我...我連這條龍整個範圍這麼大 我都避到的喔...你吹嗎 那你全程在那裡避都是那句啦 輸出不了 沒意思啦 對啦 那...你會看到高級 其實打高級他就會出金的 對啦 高級就會出金和銀啦 那如果你說打中級的話呢 那他也會出銀和金啦 但是機會是非常低的 我基本上沒有金啦 你看到我打了很多場中級 其實都是沒有金的 對啦 現在我是沒有金的 那現在只是...呃... 我建議其實打16000的 16000是非常不錯的 中規中矩 不難打 對啦 你說易不易打呢? 易打 對啦 總之跟你說不難打 那你可以儲齊的啦 那你可能說... 那銅在哪兒呢? 銅其實是在獨眼巨人裡啦 大家可以看看 那銅就可以打5200啦 對大家絕對沒有難度啦 5200是否這樣說呢 順便升上... 你可以順便升上新的角色 日水四星角色 那看到啦 有銅的 其實打完500次銅是非常容易的 金就最難啦 銀我覺得都必拆的啦 不要錯過啦 因為又有偷券啦 又有聖啦 對啦 這個非常簡單啦 跟大家說了啦 那還有這件事要注意就是... 呃...聖騎士的守護啊 聖騎士的守護呢 你換完之後 你放進角色裡啦 那其實你會看到 對這個佛洛克斯呢 黑星是加20%的 打佛洛克斯呢 那你就會多20%的攻擊力啦 那如果你突爆了它的話 是更加多的 那這件事就要說第三件事啦 對啦 大家最主要是換掉這些護符先啦 即是FGO的說法 就是禮裝啦 那最後呢 就是有什麼機會得到呢 得到龍呢 就是這個戰課召喚啦 那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分章 分章銀那裡就去到300次 就送一條龍給你玩的啦 對啦 其實打三百次 其實我也差不太多而已 活動還有十幾天 那真的不用太擔心啦 可能你慢慢玩都可以 不要說太緊張 一天打完就沒可能啦 慢慢來啦 大家也是慢慢來啦 那戰課召喚這裡呢 也可以召喚到這張護符啦 對啦 這張護符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隊伍已經進入了 因為幫我的角色做一些高一點的輸出 即是你當你打100變120 那你長線下去 那四分鐘其實是輸出多很多的嘛 另外啦 那條龍也可以召喚到的 那內容大家可以看到啦 有367件會出現的 那麼這個戰課呢 究竟如何獲得到呢 打任何的限時關卡都會掉的 好像是 對啦 那因為我打任何關卡都會看到它掉了 那大家如果覺得不是的話 儘管自己去看看 那內容方面就是有367件啦 即是你要起碼抽367次 那基本上就一定會有這兩張的 那可能你說 欸咦 那我抽367次就結束了 錯啦 其實這遊戲最大... 不 這個活動最好玩的地方 它是可以重置的 你重置完之後 你可以繼續抽的 這個是非常... 呃... 沒有啊 這個其實就是讓你不斷抽東西啦 那 老實說 你說 那我抽到那兩張 應該就... 它應該是抽到兩張之後可以重置的嘛 對吧 對了 那戰課召喚中得到這個佩奈呢 你已經可以進行重置的了 第五次重置 第五次以後的重置 就要全部召喚完才可以重置 簡單說一句 如果你很幸運 一開始抽到龍 那你就可以重置了 你就可以抽第二轉 那你第二轉又很幸運 抽了十次又抽到龍 第三轉 那龍就很容易突爆 那當然我覺得就... 抽到護符都可以的 令到你可以更加攻 對嗎 護符是幫你加不少攻的 還有獎品是非常豐富的啦 真的... 這個活動一定要打啦 不要管普通關卡 如果你真的有差不多的level 對啦 那基本上呢 這個活動就已經講完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 期間限定這裡就有些獎項啦 那其實應該都不錯的 你不斷地打 基本上它會一直這樣上去 跌給你的 即是可能你打阿克歐王 以及打佛克洛斯 應該一直會跌上去的 那獲得一個佩奈 即是獲得龍鷹有100彩石 那整個活動的玩法就是這樣啦 OK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抽到一條... 不...早日可以突爆這條五星的火龍 以及獲得水的角色啦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 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分享給你 在玩這遊戲的朋友 但是...噢...這個活動都拋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儘管分享給他啦 到這裡啦 拜拜 對我來說 會不會動 有 有